1949年10月 被民间称为燕子李三的非贼 李胜武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 很多人有疑问 中国近代的燕子李三是一个异道 他只对富豪下手 从不偷窃贫苦百姓的东西 且还经常把偷盗的东西分给穷人 他为何会被枪决呢 其实当时被民间称为燕子李三的 有好几个 河北宝定的李景华 河北苍州的李云龙 都被称为燕子李三 但这两人的名声叫好 而李胜武则不然 他无恶不作 名愿沸腾 被处决也理所应当 李胜武虽然臭名昭著 但他的轻功却十分了得 曾多次从日伟军的监狱中逃出 颇具传奇色彩 李胜武是山东宇城人 早年曾在济南做过道士 后来师父去世 他又来到舞台山 拜另外一位师父学习武术十多年 尤其擅长轻拱 根据记载 李胜武能前跳五米 后跳四米 还会缩骨弓 功夫十分了得 如果能专心修道 兴许还会成为一代武术大家 但真实的李胜武 却走上了不归路 在离开舞台山后 李胜武就利用学到的功夫 开始作案 他潜入山东省政府道歉 但却被沈主席韩副局带一个阵招 但他利用轻弓在卫兵的重重包围下 成功逃脱 但最终还是被韩副局逮捕 在关押期间 他施展缩骨弓逃出了监狱 从此生命大振 日军占领济南后 虽多次遭到日伪军的围捕 但总能成功逃脱 连日军也拿他没有办法 后来李胜武还曾潜入日军的宪兵司令部作案 但日军在追捕时 御人天皇却宣布投降 此案不了了之 抗战结束后 李胜武依旧恶习不改 还曾多次偷窃地下交通站 在济南解放后 抓捕李胜武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这期间 李胜武也曾被公安逮捕 但都能成功逃脱 直到1949年 公安将李胜武堵在住所内 让其轻功无法发挥 这才将其逮捕 最终被判处死刑